郑璇 中国首位龙人语言学博士 10月19号 在重庆师范大学特教楼 郑璇站在讲台上 熟练地用首语为24名龙生上首诗汉语课 今年38岁的郑璇是重庆师范大学教授 在两岁时 因意外医疗事故 让他坠入无声世界 经过漫长的语言康复训练 他克服变音 发音等重重困难 依靠双眼看课和课外自主学习 郑璇先后考入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 并于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 成为中国首位龙人语言学博士 此外 他还精通汉语 英语 中国首语和美国首语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龙人 所以当时就特别想去 在我们龙人的语言问题上面做一些探索 包括我当时选择我的博士专业方向 都是因为我自己是龙人 所以我想帮助龙人群体打破这个语言的魔咒 如今的郑璇清晰流畅的普通话 说话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若不是郑璇左耳上露出的竹青器 大家很难把他与龙人联系在一起 从小的经历让郑璇深深明白 一个特殊孩子的成长成才是多么艰难 他放弃了高兴的工作 来到中国西部唯一的龙人师范教育专业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殊教育系 从此开启了三尺讲台纯耕手云的特教生涯 为了把龙孩子们教好 一个手语动作 一个教学环节设计 他都精益求精 反复斟酌 教学过程中 他摸索出一套专门针对龙生的 三维一体沟通能力培训课程体系 将手语课与语文课 沟通与交往课融合式教学创新 力求在龙厅间搭建更精准 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 相较教学生会手语 郑璇更重视的是帮龙生重塑信心 郑璇告诉记者 大部分龙生自卑是因为沟通不畅 而不敢与人交流 郑璇常对学生们说 不能因为自己身体的缺陷 而拒绝拥抱世界上美好的事物 会跳舞 会唱乐剧 写作 多才多艺的郑璇 也在身体力行地影响着学生们 他经常会组织手语角活动 编排手语舞蹈与手语歌 还经常给学生讲名人故事 激励龙生们勇敢面对生活 我也相信我们这个群体 如果有更多的成功的范例涌现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向社会证明 我们龙人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一个群体 能够改变一些社会上的刻板的印象和成就的观念 郑璇的学生张斐然 今年高考结束以后 收到了七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但最后他选择了重庆师范大学 张斐然用手语告诉记者 很早以前就了解到郑老师的经历 他希望跟随郑老师学习 以后也像郑老师一样帮助更多人 十年的教师生涯 郑璇培养的特殊教育毕业生近800人 其中毕业龙生从教率达到30% 郑璇以关注龙人的语言和教育为基础 不但拓展与龙相关的研究触角 包括手语翻译 龙儿早期干预 龙生融合教育等 他还获得了全国最美教师 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 郑璇说 健全人和龙人之间沟通的障碍 让龙人的生活像一座孤岛 如果健全人和龙人间消除沟通的障碍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像一个友好的大家庭 这也是他搭建桥梁的意义所在 我们龙人听不见声音 会感觉很孤独 听人和龙人之间的沟通有障碍 龙人的感觉像一座孤岛 但是如果龙人和听人互相靠近 互相融合 不是单向的融合 而是互相融合 那样子会消除这种沟通障碍 如果他们两个群体互相帮助 共同发展 那么整个社会 就会像一个友好的大家庭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